國中男主組的跳遠決賽, 並共有60個人參加, 並共兩個小時的比賽, 贏得國中的吳慧琴, 以6公尺20組的成績, 迎獲精彩。 第二名是陽明國中的陳世皇, 您現在所看的就是 金牌得署吳慧琴的慢動作跳遠鏡頭, 他這一笑不但是拿到金牌, 而且打破了大會紀錄。 至今亭久 educators Sang部手 quando他們拿到 Dick lighter Ooh, 試看好幾個小時以上, 最少他的手同樣, 判さげ開了大會北京。 這麽OS三更、 分析是三個臨層體呢很少。 果死 Adam, 印抹影蹲 hierarch套築。 風格剛好救現金獲房át迎究宣 роб'll be there! 那一 templatesづ三, 所以我們拿錢夠重賣, 洆瓣。 現在是接受國中的張岳慧, 過桿可惜沒有跳過去, 現在的高度是1公尺40, 53個人淘汰, 剩下4個人, 現在精華國中的黃春蘭, 用跨桿式跳過1公尺40, 現在跳桿要升高到1公尺43, 在1公尺43還剩下3個人, 來爭奪看哪一個是這個項目的冠軍, 精華國中的黃春蘭最後一次失跳, 跳過, 1公尺43, 大家給他熱烈地掌聲, 成年中學的謝碧基最後一次失跳, 跳過, 現在只剩下謝碧基和黃春蘭兩個人來爭奪冠軍了, 現在跳桿升高到1公尺46, 這個紀錄呢, 是高過大會的國中民族組跳桿的紀錄, 國中民族組跳桿的紀錄, 一公尺45, 一軍藍最後一次失跳, 可惜得很三次失敗, 成年中學的謝碧基, 最後一次跳, 哎呀, 結果兩個人都沒有跳過一公尺46, 國中民族組跳桿, 成年中學的謝碧基和金華女中的黃春蘭兩個, 都跳過一公尺43, 但是因為謝碧基他, 他失敗的次數少了兩次, 所以他得到這項比賽的金牌。